市府金財發電郵表示 這輪家電第二期的補助價位 一個多月的時間就修理到2萬4千外公 其中1萬1千271公 已經核準來擲款 不然還有1萬3千外公 單台審柱 因為歡迎烈烈 建法郵再度向中央盡處 11月開始將會啟動到第三期的補助 大家申請這個設備貸款的一個 意願非常的踴躍 所以我們從今年的11月1號開始 我們就會正式啟動第三期的一個住宅設備貸款補助 同時我們也會想說要鼓勵各位民眾 來多多購買這些比較節能的一個產品 可以把一些比較高耗能的老舊的 不管是冷氣機來電冰箱給它做一個貸款 所以我們又加碼推出了叫做這個 家電換新選標章節電抽好禮的活動 第三期補助的各位 將會採取到最甘便的東西申請的方式 並且以往委託中華電信指定的古典辦理 民眾可以選擇冷貴或是遊行兩種方式辦理行程 他們這個三千塊的補助都是希望說能夠趕快拿到 所以市長也就覺得說我們過去 在這個整個一個撲款的速度或是神的速度 可能比較慢的情況下我們在第二期第三期一定要獲得一個改善 所以在第二期我們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因為我們第二期開始就是由中華電信公司 是採雙軌制來進行 雙軌就是說你可以去零貴做一個申請 你也可以用郵寄的方式 另外京法郵也跟雅軌制來合作 自11月1號到1809年1月31號活動期間 到台南客戶來的專購電柱 大同、燦坤3C、順發3C、佳樂福大論發 愛買和特立屋頂頂通路問市 或是南市地客市電器相約東亞公會 跟台南市電器相約東亞公會的回完 點家購買到傑林標準 或是人員效率標示1、2級的產品 都可以參加到傑林家電的挑戰活動 免2千元就沒差更一張 總比有iPhone手機和Dyson智慧涼風 空氣清淨機頂頂的導航好列 總共有35個名額 我們在市民社區先贏了採訪報道